大家好,我是Asterdell 聲音不太好,算了 快到新年了,港鐵又出了新年的紀念車票 所以MTR Club 早買了 買完了,馬上介紹 今次是紀駭豬年 我忘了不太清楚是甚麼聲調 紀駭豬年的紀念車票 但平時可憐的那些就寫豬年車票 只有卡套才寫是甚麼年 是第六年,由甲到現在 這次卡套的設計挺有趣 中間有點像豬頭 再加上旁邊的 這些不知是否像耳朵,但尖尖 總之這一塊像豬頭 當然先看看車票 買點是車票 還有禮事封,稍後再說 中式 是皇家的畫作 趁現在打開它的卡套 看看有沒有資料 可以看看 可以經這個卡套 看看畫作的資料 在裡面 好,那我就跟著去讀 真的因為我都沒見過 那是這個上海香港書畫家 是不是真的 上海出生在香港 在香港畫的畫畫家 應該是 原籍上海 所以少年士曾經 除這個人 來學畫 然後把十年代來到香港 加入嶺南畫 派中師 招肖 沃滿下集畫 皇家正於行草書 而其作 花鳥、山水、劍具、嶺南 及金陵畫牌的風格 對 全幅都是這個樣子 當然不是彩色 始終應該到 又要用不少襪子 紅 這隻是港鐵紅 不是,這隻是港鐵紅 這隻是粉粉紅紅的 粉紅的 深粉紅 是不是西鐵那隻紅? 像是 那 深色一點來顯示 那 沒有去過 怎樣 什麼時候出生 去到什麼時候 應該還在小 所以不方便顯示 那先提回 這張飛 這次張飛的設計 就 為什麼很簡單呢? 直接鍵它 覆畫一些東西 將它一棵東西 有沒有擺 擺近了少許隻豬 但始終都 對 它的距離都很遠 如果真的跟回這個距離 應該都看不到 所以擺近少許 那隻豬 就 嗯 嗯 藝術這家東西 我不是太明白的 始終 搞什麼隻豬一塊塊 哈哈 哈哈 有些色澤 就 對 有些怪怪的 嗯 噢 有它的印 哈哈 港鐵Logo 對 幾害豬年紀念票 對 對 我覺得有點怪怪的 哈哈 不太喜歡它 這樣 深色了 就算了 去畫風 那 後面就 那些 噢 那些 條款東西 那待會再加上 西方的那個 那這個 那這個是英國東北部的 這個 Kate 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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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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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類似 那 現代茶畫家 那 他在蘇格蘭的 他擅長在作品裡 展示不同質感 來得出細節 他在大自然獲取創作的靈感 正常的豬 豬 豬是不是大自然的 很少可見到這麼粉紅的豬在大自然 多數都是野豬的 那 那 畫風 紛紛可愛 K層出版 兒童繪本 及一系列的 獵手 公書 什麼 獵手公書 什麼 那 那 可想而知 他做得 兒童繪本 正常 他這個插畫 都很可愛 哈哈 哈哈 這個 真的 很西式 什麼 西到什麼 除了一些葉 這個葉 是不是 總是覺得不太西式 嗯 像現代 像現代茶馬家 是 是這樣的 那 那 這隻豬 是 呆呆的 那 這隻 背景就是港鐵熊 你可以看到 港鐵標誌 是跟背景一樣的 對 對 要另外八線 跨著它的標誌 對 那 這裡 因為西方 所以要來英文 Year of the Peck commemorative Ticket 2019 19年 對 那麼 這隻豬 有趣很多 對 不算是豬 我不是 很好看得到它們的有趣之處 不過至少這隻是比中國那隻 這隻 中西合璧 創意功名 對 混了中西涼地藝術 加來的畫作 對 溫純仙良 在西方 畫家眼中 精靈可愛 嗯 有個 途用古代的 豬入門 白福 瓶 看哪個瓶來的 的說法 全港市民 豬連 金玉 滿堂 OK 那就看看後面 這條款都在這裡 噢 這次又是車票用法 哈哈 對 可能之前的人都不太適用 那 我先看看車票條款 2019年2月5日 無限次乘港鐵 輕鐵 港鐵巴士 和折駁巴士 其實港鐵巴士和折駁巴士 有什麼分別 折駁巴士 本身也不用錢 那 我當然不包括機場快線東 鐵頭等 羅湖 羅馬真和馬場 售出的車票 不可以退款和轉讓 不過轉讓這家公司 你也明白的 都不知道你轉了給誰 都不知道你誰買了 算了 這個真的想不到 車票如果失效 就是要在年初一 12月5日 那天在客戶中心換 輕鐵那些就沒有 一定是港鐵那些 我之前網上看 好像高鐵那個西九龍站的 客戶中心都好像不可以 不過他沒有說 我猜他會有 車票用完之後可以留為紀念 兩個都有他的入閘出閘的說明 拍票、入閘、插票、出閘出閘 大家基本上都記得 按一下這些車票 巴克和這些車票的 我不是很清楚 這個款式的編號 19年1月的 我不知道21、22是什麼意思 我現在15號 看不太清楚 最後看完車票用法 港鐵都是拍票、入閘、出閘 巴士拍票、上車、下車就這樣下 然後輕鐵就是 當有人問你 車票的時候 你就給他看 其餘時間你上車、下車 跳上、跳下 彈出彈入 咬我吃什麼 糟糕! 你又站出來 咬我吃 彈出彈入 打我一半 好啊 這次應該也沒有其他東西 卡套這次不錯 整個豬頭放在這裡 最後看看 這個 沒有豬給一隻豬 來的 這個 禮事封 只拔一個出來 始終有八個 也不一樣 咦 還有說明書 好 全部都是這樣的 那 這個設計 都跟卡套一樣 我不是很清楚 看不看是反光 都是反了一些粉紅色 好像豬也是比較粉紅色 除了野豬之外 不知為什麼日本會喜歡野豬 挺有趣 中國當然都是加豬 那些粉紅色 我不太清楚 其實這裡是有什麼 跟豬有關 不要告訴你 這是耳朵 拿到耳朵 我很害怕 趕鐵Logo 這次是粉紅色 我只收什麼時候 那麼閃 等等 它掉了嗎 真的掉了 OMG 它掉了嗎 有些閃粉掉了嗎 我剛才點了 這麼久沒有東西 一點這個 哎呀 搞錯 那 不看來 你 我建議你不要怎樣 是怎樣的 哈哈 給勵士 那些人 這個勵士風 不是很好用 真的 拿到整個手都紅了 真的 嘩 是閃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 我手拿完之後閃光了 拿去做古人 哈哈 豬年大吉 哎 吉到閃靚靚 算了 我忘了這些 那 那 庭春摺豬 不用摺了 我不太想摺 哈哈 那 要剪 剪完才可以摺 剪完才可以摺 摺完才可以摺 哎 別搞 其實什麼字都摺得 但是哪用 真的要用個禮士風來摺 那它包了一個 說明書 小時候不是每個人都會摺 那 那 呃 有說明 有十一步才可以 十步 第十一步就完成了 第一步摺摺摺 然後又翻 又摺又翻 因為 看你自己看 哈哈 那我不會拿到我的禮士風來摺 這隻豬出來就沒有了 那還有個QR曲 多厲害 對 那後面就沒事了 看看 白風 全部都會掉閃粉 很害怕 對 真是 幾厲害 之前 三年 真的有馬連 後年 是不是 咦 這麼快沒有電 怎麼搞錯 今早才拆完 沒什麼怎麼用手機 真的 三年前 那個 馬連 一定是 後年 雞狗 就沒有了 對 之前兩年都不會弄到閃粉 還會掉出來 想不到這次 這樣掉了 神經病 對 這次真是厲害 對 建議大家 平日拜年 真的 米這個給人 除非 有心想 別人這隻手 整隻手 都是閃粉 唉 那我 收回 它 這些 真的 給媽媽 會不會 給不知誰 唉 被人中下服 哈哈 唉 那好吧 今次 朱連 又來了 不知道大家會做什麼 那我想我還是 放一些 跟豬有關的車子出來 不過 我還沒拿出來的時候 那些車子都掉下來 做什麼事 唉 拿一架豬車出來 哈哈 剛才有什麼豬 兩隻粉紅豬 兩隻黑豬 嗯 還有什麼 適合用 算了 看 Atomica 很多豬 那我還有一隻 Angry Bird 不過 就是Angry Bird 的豬 火力跑車 不過那個就太入了 不想拿出來 哈哈 那好吧 這次 就是 的豬連車票 解釋來到這裡 嗯 那 嗯 嗯 再過多幾年 才一次過 拿完馬連 直到豬連 直到那年的 車票 始終 唉 好煩 現在整張床 亂七八小時 都不想 炒東西 那好吧 這條片來到這裡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